HELLO 各位小朋友 你們在平時做功課的時候 有沒有習慣性挑腳呢? 或者撞上腰 或者捲上背部 這次我們會看一下 故事裏面這個小朋友 究竟習慣性挑腳 對他帶來什麼的影響 姐姐 姐姐 這個字怎麼讀 哎呀 筋都不懂 我的盆骨很痛 你長期都翹著雙腳 又沒有時間起床做運動 令血液循環都差了 還有機會令你的盆骨移位 不如跟我做運動吧 好 我們現在一起做exercise 這個小腳是不對的 好 首先呢 我們有一張梳化 家裡都應該有梳化的 我們這次用梳化做exercise 對著梳化先 好 接著會躺下 兩隻小腳放在梳化上前 OK 躺下之後 兩隻小手 躺在地上 好 接著呢 我們兩隻小腳現在是彎的 我們用力的時候 伸直兩隻小腳 頂起屁股 伸直兩隻小腳 頂起屁股 屁股要用力夾緊 好 接著之後慢慢摺在臉上 我們做五次下 OK 好 第二下 鋪著 慢慢放下來 第三下 記得上去 要鋪著一會兒 慢慢下來 第四下 撐高一點 對了 慢慢下來 第五下 用力撐上去 慢慢下來 這個exercise 其實可以做五到十下 可以做三set 好 現在呢 我們增加那個難度 同時呢 這個動作其實可以幫我們練習到 我們的肌肉的穩定性 好 我們一起拿到右腳仔 用著天花板 左腳仔用力推梳化 伸直腳 然後頂起一條腰 對了 好 慢慢滑下來 第二下 用力向上 撐高一點 抱著 慢慢下來 再來 第三下 用力伸直一點 抱著 慢慢下來 第四下 Push 撐高一點 腰慢慢下來 第五下 推 腳仔用力伸直 慢慢下來 Good job 好 現在我們試試換左腳 左腳 左腳指著天花板 準備 準備 1 2 3 右腳推 背直你的右腳 慢慢下來 第二下 再推高一點 背直要用力 慢慢下來 第三下 Push 對了 腳更伸遠一點 好 慢慢下來 第四下 Push 加油 慢慢下來 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 推高一點 慢慢下來 好 非常之好 我都知道 巧腳坐真的很舒服 不過 巧腳坐其實是一個不正確的坐姿 還有我們記得 一定要多些做伸展的運動 拜拜 拜拜